台湾高等法院驳回国民党所提抗告 王金平将继续担任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任 台湾高检署特征组被爆出非法监听案 马英九表示要彻查到底 日本新型国产PE反潜巡逻机将于10月恢复训练 有分析认为 这表明日本正着力提升在钓鱼岛海域的攻击性 这将会对钓鱼岛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稍后热点透视又想要分析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9月30号台湾最高法院驳回了国民党对王金平假处分案的抗告 维持台北地方法院的判决 这意味着王金平仍然暂时保有国民党党籍 也保住了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的职务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对台湾当局立法机构负责人 王金平假处分案的抗告案 被台湾最高法院在30号上午正式驳回 主要依据就是 如果王金平被开除党籍 王金平的损失比国民党的损失要大 本院今天上午裁定 裁定主文是抗告驳回 驳回抗告意味着 王金平再次暂时保住了党籍与职务 但是国民党律师团已经表示不服结果 将再次向最高法院提出抗告 王金平所设司法说情案始于9月6号 台湾高检署特征组公布了一份监听录音 披露台湾法务部门负责人和高检署检察长 涉嫌接受王金平说情 指示对柯建明所设案件不要上诉 并且尽快计案 特征组认为此举违规 9月11号 马云九以党主席的身份召开记者会 称王金平不适合继续担任立法机构负责人 国民党考机会决议撤销 王金平国民党党籍 但是王金平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了 确认党籍身份的起诉 并且获得法院支持 国民党于是向高等法院提起抗告 9月30号 高等法院驳回了国民党的抗告 王金平司法说情案虽然暂告一段落 但是由此牵扯出的另外一起 台湾高检署特征组非法监听的案子 倒是愈演愈烈 马云九已经表示 说情案与监听案要分开处理 并指示要尽快彻查监听案 给民众一个交代 所谓监听案是指台湾高检署特征组 在侦办说情案的时候 曾经监听台湾立法机构 号码为0972的总机电话 我们认为特征组最近会很忙 因为忙着要把0972这次电话 听到的所有东西 要洗成空白带 台湾检察总长黄世明解释说 是误把这个号码 当成了说情案的当事人 柯建明的助理的电话 但是后来特征组又承认 确实监听过这个号码 并且曾经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过申请 只不过监听时间是一个月 不是外界所传的四个月 这引发了台湾舆论哗然 于是和说情案搅在一起 又牵扯出了这一起监听案 以后社会争议已经造成 对政府信赖的质疑 针对监听案 以及在野党锁定监听穷追猛打 马云九领导的国民党党政高层 已经做出了因应 决定由法务部门成立调查小组 针对特征组 是否真的有违法监听展开调查 查到什么就办什么 不冤枉也不互断 一切就让调查结果说话 尽快给社会一个交代 说情案和监听案 引发了台湾的政坛纠纷 9月29号当天 台湾民间团体走上街头 对政坛乱象表达抗议 我们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抗议的民众 有的来到了马云九的住宿 有的则聚集在马云九办公地点前面 还有人收敛了很多救鞋 要用扔鞋的方式表达不满 都是为了对政坛乱象表达不满 但是没想到在游行队伍当中 竟然还出现了内讧 其中的发起人之一 当场和另外一位发起人的支持者 发生了冲突和口角 而且对于游行的安排也出现了分歧 使得原本计划到晚上10点的游行 提前吹了西灯号 敲马游行此前吵得很热闹 最后还是闹剧收场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来看简讯 第七届海峡两岸十万人登山活动 日前在福州古山风景区举行 此次登山活动 以全民健身与乘运会同行为主题 首次尝试把群众健身与登山比赛进行结合 增加了竞技趣味 9月29号 台湾画家欧豪年主题为 彭义展天宽作品展 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展出的160多幅水墨山水作品 体现了他对岭南画派精髓的领悟 欧豪年出生于广东的吴川 1950年移居香港 1970年执教于中国文化大学 并且定居台湾 其绘画技艺可以说是启蒙于大陆 学成于香港 发扬于台湾 日本提议反潜巡逻机恢复训练 扬言要扩大海上艰苦范围 安倍晋三再放狂言 叫嚣钓鱼岛市 日本固有领土 日本为何频繁调动先进战机 钓鱼岛局势又将如何发展 请看本期热烈透视 先进战机恢复训练 日本又在钓鱼岛挑事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新型国产批反潜巡逻机 将于10月份恢复训练 有的分析认为 这表明日本正着力提升 在钓鱼岛海域的攻击性 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近来更是频频对钓鱼岛问题 又强硬调态 甚至公开叫嚣 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 日本批反潜巡逻机恢复训练 将对钓鱼岛局势有什么影响 安倍晋三 最近为什么提高 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吊门 针对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进行解析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 是军事专家傅前少先生 你好 观众朋友你们好 这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 宋小军先生你好 你好 好 在跟二位探讨相关话题之前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情况 据日本NHK9月29号报道 日本新型国产P1返潜巡逻机 计划于10月恢复飞行训练 此前该型飞机在今年6月 因发动机故障而被停飞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项小野45点9月27号称 日本需要扩展海上监测活动 使监测范围覆盖太平洋 日本海和东海 以更好地维护日本的海上利益 小野45点还说 日本将考虑用无人机来加强监测 刚才在短片当中 我们做了一个详细了解 日本的P1返潜巡逻机 马上要恢复训练 但是我们谈到返潜机 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 就是美国的P3C返潜机 那么日本的P1返潜机 它的性能怎么样 P1返潜巡逻机 应该说比P3C 要有较大幅度提高 首先呢 它的动力装置 由这个涡轮软桨 改成了这个涡散发动机 那么它的飞行速度 高度 还有航程 很多都有较大幅度的扩展 这款飞机像刚刚装备 日本的这个部队 就停飞了 马上出了故障 它是一款全新研制的 反潜巡逻机 它的做法跟其他国家 完全不一样 一般的反潜巡逻机 都是用现役的客机 或者运输机改装的 你像P3C 这个前身 就是一个国人文奖的客机 很少有专门为一款 反潜巡逻机 研制一个平台 而日本恰恰就这么干了 这种做法 实际上成本是非常高的 它很主要是针对海面目标 和潜艇的 它的主要功能 是两大块 一个是对海面的这些 活动目标进行监控 必要的时候 可以实施攻击 另外一大功能 就是对水下的潜艇 实施侦查 当然它的侦查手段 也比较多的了 当然可能还赋予它 第三个功能 那就是电子侦查 所以说看起来 就是日本的P1反潜巡逻机 它的侦查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通过 这款巡逻机恢复训练 可以看出 日本应用它的目的 也是比较明显的 有很多分析认为说 可能就是为了 因应钓鱼岛问题 我觉得倒不是 完全因应钓鱼岛问题 那么我们看到 日本就是刚才傅老师说的 他自己独立研制这一款飞机 虽然成本很高 但是发动机机身都是它日本自己的 那么它原来的反潜巡逻机的机队 大概有90多架 当然也有一些慢慢的陆期退役 高峰期达到100多架 对 那么P3C是美国的飞机 那么这一款飞机是日本自己的 那么它如果 虽然它贵 但是它毕竟能够拉动日本自己的就业 和自己的人的军工产业 我们看到在最近申请的 2014财年的 也就是说 明年3月份将要开始的 日本的防卫预算当中 P1的反潜巡逻机采购的数额 就是金额非常大的 773亿日元 比它采购自家F35的693亿还要高 也就是说 日本是要把更多的资源 投到自我的军工产品当中去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 所以说上一次发动机出了事 它马上就跟进 马上就要再飞 飞完了之后 它好解决日本的 自己的航空产业的自我循环问题 日本现在确实是需要更新换代 就是它的原来的P3C 美国的反潜巡逻机 另外从日本的 如果日本成立 成为一个独立的正常国家来说 就是按照MG3的政治目标 它最短缺的这一块 它是个岛国 它周边的航线 包括它自己的能源运输航线 它最担心的还是航线的维护 那么破坏航线的维护的 主要还是潜艇 包括水面舰艇 甚至还有对它的一些岛屿的登陆 那么包括水面目标的监视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虽然花大成本 但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东西 我还是放心 刚才咱们一直在探讨日本 为什么会自我研发制造 这样一款反潜巡逻机 我们也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 说中日双方可能也在进行一种军事力量的对比 所以说对于媒体这样的一种分析 在结合日本方面发展 自我研发自我制造这样的一种能力 您怎么来观察 实际上除了P1反潜巡逻机以外 日本还在同时在研发一款中大型的战略艺术机 叫C2 这两款飞机基本上是同时开展研发的 它很多设备是通用的 在研发过程中应该说都碰到了问题 在试飞阶段又出现了 甚至是在开展精力试验的时候 过程中就出现了问题 但它坚持把它搞下去 而这两款飞机我觉得还比较奇怪 一般来讲中大型的运输机采用四台发动机 为了多拉快跑 然后缩短起降距离 动力要比较强劲 而日本的C2运输机采用了两台发动机 那么P1装四台发动机 而且发动机功率都不大 六千公斤推理 是吧 这个它是有它的考虑的 这个发动机它自己搞 太大的发动机它搞出来 当然自己搞的发动机不可靠 出了问题 这是完全可信的 另外的 它是属于从作战的角度考虑的 它认为四台发动机 我在作战过程中 有一台发动机被击中的话 我还能够安心地飞回来 如果两台发动机 可能被命中一台 可能就难以回来了 也就是说日本方面 无论是进行哪一种的飞机的研制 它都是考虑它的实用性 可能更多的考虑应应突发状况的能力 刚才二位反复都提到说 这个P1可能要花大价钱来进行投资 才能实现自主的研发并投入使用 那我们也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说 就是日本方面来做这样的一种动作的时候 比如说自行研发武器装备 那可能日本方面会被拖垮 那我不知道对于这样的一种分析 二位觉得有没有道理 日本它的军工产业只能保证它本国使用 不允许出口 那么不要说现在搞的反潜巡逻机和运输机了 就是它前面搞的F1 F2这些战斗机或者攻击机 都只能是自产自销 那么F2是在F16的机构上发展改进而成的 这在美国的帮助下搞的 结果单价搞的非常高 超过一亿美元 而相应的美国当时的F16战斗机 本来也就是个三四千万美元 比它高好几倍 但是日本坚持要这么干 就是要完全掌握最新的航空技术 包括现在引进的F35 他也要提出来他自己要搞一条组装生产线 他自己搞组装生产线 这个生产出来的F35肯定要比美国卖的要贵 他这种做法是想维持他的整个航空产业链断线 尽管投入成本很高 尽管遇到了经济危机 他依然要维持这么一个路线 日本现在进行的这样的一种 自我军事装备的研发 而且还有分析认为说 他可能意有所知 就是针对钓鱼岛 这是不是就是很明显的 给了我们一个信号 日本方面正在加强 对于钓鱼岛的这样的一种监测 或者是监控力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日本对于钓鱼岛的监测 实际上在2014财年的预算当中 所反映出来的 主要是把它的12的预警机 和767的预警机的基地 搬到了重省 那把非常靠近钓鱼岛 而且他做过 为什么要搬过来拨这笔预算 是因为原来要从三则 飞到钓鱼岛的附近 那就太费钱了 费油 而且飞机的损耗太厉害 那么如果他把这个基地 在2014财年之后 建成了那把的预警机的基地 那么预警机就可以经常飞临 钓鱼岛上空 那么当然我们也不排除 他将来的这个P1 也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对于一旦装备了 因为现在还在试验 大量的装备的时候 也对钓鱼岛进行这样的一个监视 但是总体上来看 我觉得日本还是要 它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进行装备的国产化的这种转型 那么顶层是我要变成一个 就政治目标 是我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那么下面的装备的发展目标 自然是要发展自己的国产装备 无论花多少钱 我要考虑到功能的问题上 比如针对中国 未来 因为它离中国是最近的 肯定要考虑到中国 监视中国的这些功能 在这个情况下 它是一个大的政治目标 带动下的一个军事的装备的一个转型 所以这点很重要 那么既然说把中国方面定为一个家乡的目标 您觉得日本方面是在持有一种跟中国打持久战的心力吗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日本一直认为 就是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的强大 会对日会吞掉日本 或者对日本压迫日本来做出一些让步 或者怎么样 因为它的崛起过程 就是这样一个弱肉强势 丛林规则的过程 甚至由于它以小博大 它都是采用了一种突然袭击 或者说荣誉量很小的那种博弈 就是蛇吞象 我们管它叫做 这一百多年来 一直从1875年打琉球 它一直是这样 包括打俄国 最后最终大赌的时候 打美国输掉了 在这之前 打清朝 打俄国都赢了 然后它一直是这样 那么后来到四五年之后 到现在六十八年 它仍然要认为对手会以强势来压它 它要做好反击 就是以小博大的这种反击 在这种情况下 它不能完全依靠美国 它必须得有自己的武器装备 您觉得我们落实到具体层面的问题 P1会不会直接应用到钓鱼岛问题上 会利用P1直接对钓鱼岛进行更加严密的进控 无论是P1还是它现役的P3 应该说都会用到钓鱼岛周边海域的侦察和巡逻上去 因为它目前装备的反击巡逻机应该在世界上是排第二位的 美国第一它就第二 这个美国大概有原来有200多家 它还有100多家 现在只是剩了八十架 因为这个飞机老旧了 但其他国家装备的数量都很少 它对周边海域的侦察巡逻 过去主要还是靠P3C 当然对空中的它要靠E2C和E767了 在钓鱼岛周边海域 应该说今后会大量的出现相应的日本的反潜巡逻机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探讨的P1 好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日本方面 可能会加强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来进行监控和巡逻之外 我们注意到安倍晋三 也就是日本首相最近又有新的表态 比如说他对外界宣称说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进行一下了解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在纽约公然声称 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 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会妥协 当被问及日本修改宪法解释 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一事 安倍称将依据具体势力努力增进国民理解 而针对安倍近来以军国主义者自居而不支持的言行 韩国世界日报斥则说 安倍实在是厚颜无耻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 安倍晋三对外公开宣称说 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 为什么安倍晋三现在的态度变得如此强硬 而且反复做这样的表态 我想这跟美国一些政客的表态是有关系的 如果是美国人不表态 他一些强硬的言论是不太敢发表的 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上一次美国参议员麦凯恩 跑到日本去 公开宣称这个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 此人是一个强硬的右翼分子 他曾经跟奥巴马竞争过美国总统共和党的候选人 在美国参议院是一个资深的参议员 很多决策 他那票非常关键 此人又被誉为越战英雄 曾经当过航母舰载机的飞行员 多次轰炸越南北方 最后被人击落以后 给越南的民兵给俘虏了以后 关在集中里关了好多年 最后放回来 最后从政 他的一些表态 应该说对美国参议院 甚至是美国众议院都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他这些表态 跟美国国务院 可能官方部的一些表态 可能是有矛盾的 但是总是释放出了这个信息 这个在后面给日本撑腰打气 因为美国的参议院也好 和众议院也好 对美国政府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因此这些政客的表态 对谎和中维关系 中维关系 实际上都是不利的 我们注意到就是日本方面还有新的动作 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消息 就是日本将从10月份开始 派遣他的自卫队的军官 常驻美军太北洋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 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一种行为 那么这个人跟美国之间这样的一种互动 我们解读出什么样的信息 日本派陆战队的军官来驻美国海军陆战队 那么当然是要把日本的自卫队转变成陆战队的功能 这个我们也看到前一段也做过这方面的新闻 就要增加一个两栖作战旅团 早晚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要被日本的 陆上自卫的转成两栖作战部队的部队给替换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刚才咱们这条新闻说的 你得训练 你得找师傅 找场地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等于说 既然你要让美国人给你培训两栖作战 自然你得有军官到那 联络官得驻到美国的陆战队的司令部 然后把你这个新的成立的两栖作战礼团的人 咱们制定教学计划 制定这个培训计划 就是这样的一个 基本是这样的一个内涵 那如果是这样的内涵的话 就是日本一直想打造一个属于日本的海军陆战队 那么现在又派人到美国的太平洋的陆战队 去常驻 那是不是美国也默许日本方面打造这样的一支部队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这个战后 美国是不允许日本建立一支进攻性的部队的 海军陆战队属于进攻性部队 这个在几十年来 基本上它是分海上自卫队 空中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 但是没有海军陆战队 而二战期间 日本的海军陆战队是非常强悍的 二战初期到中期 美国和日本都没有空军 就是陆军海军 它的航空兵是归属于陆军和海军的 那么1937年七七事变的时候 在华北地区 调起事端的是日本陆军 那么到813 在上海这个潮起事变的 是日本海军 那么它的上岸的部队就是陆战队 这个二战后呢 美国不允许它建立这个海军陆战队 那么它这几十年这方面就没有这个作战经验 海军陆战队在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军种 虽然它是冰 但是它实际上是个重要军种 这个有积累多年的这个作战经验 而日本这六多年 没了这个东西 那么因此呢 没有任何的这个登岛作战的经验 必须要到美国去学习 那既然不允许 为什么美国方面现在还默许呢 并且要长期进驻 你像通城这样撤军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就主要是 这个通城地方主要是驻守的 那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那么它在撤到一半 人员这个数量减少了 它可能是希望日本来给它补充 一旦发生事的话呢 这个它有后援 那么过去这个日本的自卫队啊 实际上是给美军打下手的 提供一些后勤支援保障啊 物资供应这些东西 真正打头阵的打仗的 可能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所以是不是对于美国方面来说 美国是有信心的 就是无论我怎么培训你 但是我可能最后还会留着一手 就是即使给你打造了一支海军陆战队 那么你也是给我扮演打下手的角色 不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美国实际上现在希望相当一部分人 像阿米蒂奇啊这些人 希望日本来跟他平起平坐 来重新解释集体自卫权 集体自卫权的含义就是 咱俩是平等的 我被人打了 你得上来马上帮我 但是你法律上 现在日本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那么你看安倍所有的这些 一步迭着一步走得非常好 包括陆战队这件事 跟他重新解释集体自卫权 都是配套的 也就是说我把陆战队训练好了 将来集体自卫权到年底 一旦通过日本内阁法治局说 可以拥有了 那我马上陆战队 我的两期作战部队 马上就可以上阵 跟美国并肩作战 美国被打了 我的陆战队可以帮美国 好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您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观点和探讨 谢谢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